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流头牧师 感谢神,上个礼拜是第一次教会可以开放 欢迎弟兄姐妹回来聚会的日子 一大早,同学们就准备好一切报道 以及检测的安全进场设施 另外也在生命和广场上布置了美丽多彩的气球 我们已经准备好要向每一位回来聚会的家人说 好久不见,欢迎回家 因为这里真的是我们的家 我相信那天每一位回来的弟兄姐妹 都能够感受到圣经所说 有一种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我还记得当敬拜团队一开始唱高唱哈利路亚的时候 我的眼泪就情不至今流了下来 因为已经有七个月之久 我们没有这种与众弟兄姐妹一同敬拜赞美的经验了 所以那天当我们一开口 就感受到神的同在彰显在整个圣殿之中 后来很多弟兄姐妹告诉我 他们也是一边敬拜一边流泪享受神的同在 感谢神 我们不但感受到敬拜的喜乐 更是感受到家人见面的喜乐 虽然大家都戴了口罩 打招呼也只能手肘相碰 并且还要保持社交距离 但那种见到面的喜乐 却是口罩与距离不能够遮盖的 因为在主里面我们就是一家人 另外还有一件事让我感觉更奇妙的 那就是我们第一次可以开放聚会的主日 竟然就是教会联合崇拜的宣教主日 当天的敬拜团队是由中文以及 Ignite敬拜同工联合组成 当我看见在台上两代的信徒 带领我们整个会众合一的敬拜 我的心深深被触动 一方面我真是为我们下一代的卓越来感谢神 另一方面我也看见一个生命与异象的传承 在我们中间 我相信神选择这一天 让我们可以回到教会聚会 绝对不是偶然的 神在这里提醒我们说 嘿 这是一个属神的大家庭 让彼此相顾彼此服侍一同成长 你们 最后若是你也想在主日回来参加聚会 别忘记需要事先在ROLCC Social的手机上报名 教会办公室会再通知你 可以回来聚会的日期 如果你有任何健康以及安全上的考量 也请你放心 并且安心地留在家里收看直播 我们渴望很快有一天 能够不再被病毒所威胁 大家都能一同回家 回到神的家 也是回到我们的家 愿上帝祝福你